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的思想 耶稣亚记第八章 那么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 耶稣亚记的第八章的一些的学习的内容 就是我们看到当亚干犯罪的时候 神怎样把亚干的罪给揪出来 然后借着耶稣亚来刑罚罪恶 同时在第八章开始的时候 就叫他们重新再攻打爱城 能够让这个战争能够得胜 我们从这样的件事情看见上帝恨恶罪 但神从来没有离弃罪人 神要人悔改来归向他 所以任何时候的悔改都是对的时间 我们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道路的上面 当我们劝勉人的时候 我们欠罪人悔改的时候 而罪人归向神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也看到跌倒的人一定要再站起来 从事破碎的生命 我们知道亚干所带来的 是一个破碎的以色列人的群体 因为他的犯罪带给整个群体受到伤害 但亚干的认罪已经把荣耀归给上帝 但是这些他们 其他的以色列百姓 也要从这个罪的事件上面 要再次站起来 那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道路上 难免有时候我们会跌倒 有些跌倒是小的 有些跌倒是严重的 但不管你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站起来 从事那破碎的生命 就好像当耶稣要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要他起来 而不是一直地跪在上帝的面前 很多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要重新站起来 从事破碎的生命 然后让这个破碎的生命 能够再次得胜来荣耀主的圣民 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是世界的盼望 就是因为教会里面 我们有基督的福音 能够安慰 能够医治 能够拯救这些被罪所压伤的人 而且重新来使我们的生命 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成为能够容神义人的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管我们在哪一个阶段 或者你今天正在破碎的生命的里面 你要重新靠着主的恩典站立起来 让我们从事破碎的生命 在基督里被主重新地来复兴 来使用 那我们也看见 当神教导耶稣要把爱成攻下来的时候 神特别吩咐他爱成所得到的 这些战利品是可以分给大家的 我们就从这里看到 亚干他为了得到耶利哥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走快了一步 取了当面的物 但是只要他在那个时候 不做这件事情 他如果继续地留下来的时候 来到爱成的时候 他就可以分享这些战利品 我们从这里看得到 等候上帝的 等候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上帝的时间 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赐福 我们一定要求主让我们懂得 怎样照着神自己的 这一个时间跟安排跟赐福里面 来领受他一切的恩典 基督徒的一生 很多的时候都需要等候 等待上帝给我们的带领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看见上帝的时间 还有神的安排跟赐福 我们也从在上个礼拜的学习里面看到 我们对罪有时候 不是被动地逃避 而是主动地触击 那特别攻打爱成 第二次的时候是 耶稣亚带领军队 挑战这个爱成 那就好像罪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是被动地逃避 什么叫被动地逃避呢 就是这个不要做 那个不要做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们避开犯罪 那这是消极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主动地挑战 那这主动地挑战的意思就是 我们按照上帝所命定的真理来行使 我们积极地把真理行出来 每一个把真理行出来的时候 就是对罪的挑战 所以为什么约翰会在约翰一书说 约翰三书会说到 他说我的儿女 我听见我的儿女行真理 我就喜乐了 因为只要我们行真理 就自然地胜过罪 我们行真理 就自然地对罪的一个触击 一个攻击 所以求主给我们 从爱成的这个胜利再次看见 那耶稣亚是主动地去挑战爱成 而不是等他们来挑战他 我们也看见得胜的时候 那必须用每一个机会 来彻底粉碎敌人 以免后患 我们读到爱成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屠城 也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人都给照着上帝的审判给杀了 那这些都是他们不能够留下任何 他们出于人的怜悯 或者自己想要留下的 那其实更重要的是讲到属灵上 在生活中的罪也必须要彻底的对付 那不能对罪有任何的姑息 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得胜的一个秘诀 那这个秘诀就是常常在生活中 求主帮助我们 警察我们 任何的罪我们靠着主去得胜 我们不要姑息他 我们彻底地对付 让我们能够完全地胜过 所以我们常常能够打胜仗 那我们也看在上个礼拜 我们也看到的 这些都是我们从攻打爱成所学习的真理 另外我们也不断地看见 在整个耶稣亚来到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也不断地看到这个周而复始的属灵状况 就是我们通常会看见 他们开始都是顺服神的 一旦他们顺服神的时候 他们就胜利了 就好像在耶利哥 他们顺服神 神要他们绕城 虽然他们不明白 但他们用信心去顺服 结果我们就看见 这个很难攻打的耶利哥城 也打下来了 基督徒的道路就是常常在顺服中 我们胜利 而我们胜利的时候会带来什么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赐福 当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胜利就带来上帝的赐福 所以许多的时候就在这个赐福的当中 我们渐渐地慢慢地 那个危险就在 我说打胜仗是危险的 就好像他们打胜耶利哥 他们就危险就来到 为什么会来到呢 就是人就开始有时候忘记了 这是上帝的恩典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 这是我的能力 我的才干 而且很多的时候成就的累积 会让我们很多的时候 很容易地忘记 我们需要依靠上帝 带来的结果就是骄傲 就好像艾成也是这样 当艾成第一次打圣战的时候 那么他们也很高兴 等耶稣要再回来的时候 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去对付耶稣亚 但是没有想到 耶稣亚的策略已经改变了 而艾成的骄傲带给他们 轻视的敌人再回来的时候 得那一个重新布置的力量 攻打伊利哥城成功的 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也认为说 如果伊利哥城都能够打下来了 其他的城一样都能够打下来 所以他们对艾成就有轻护了 多少都有点自信了 我们信徒的生活当中 常常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渐渐地忘记跟骄傲 在很安逸的生活的里面 我们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境况 而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况的结果 就是什么 我们又回去不顺服 我们就会回去 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 任意而行 而这个任意而行的结果 会带来什么 当然我们就知道了 结果下来就是失败 我们又回到那个失败的光景的当中 所以当我们回到失败的光景当中 我们就面对什么 面对了神的审判 或者管教 那上帝的审判跟管教 就在我们的身上 就好像压干犯罪 所以神的审判就领到 神的审判领到了 带来一个正面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就是悔改 所以我们又在悔改 悔改了之后 我们就回到什么 顺服的道路上面 一回到顺服的道路上面 我们又在经历胜利 所以你会看到在耶稣亚记里面 或者以后 我们来到四世纪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是不断地重复的 所以求主让我们得着警醒 我们可以有一个做法就是 我们可以从赐福 直接地跳到悔改 我们不要再绕回骄傲不顺服 失败跟审判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圈子可以顺服 胜利赐福 然后常常怎样 在这个上帝的恩典里面 我们要想到 我们还有许多的需要 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 我们要常常的悔改 有一种悔改的心智 我对罪的认识的 那个对付的心智 所以这个圈子就不用 绕过那个骄傲不顺服 失败跟审判 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周而复始的 属灵状况的里面 使我们也能够明白 其中的这个秘诀 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活上 常常是得胜的 当然这是要求主给我们智慧 我们常常紧紧地跟从神 常常在主的话语里面被提醒 以至于我们能够过一个 得胜的信徒的生活 当他们把爱城攻打了之后 屠城了之后 整个结束了之后 接着下来我们要看他们做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要献祭 那我们先看 这是根据生命记 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的教导 我们先看这两段的经文 在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 还有二十七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 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要交棒给耶稣亚之前的 给他们的劝勉 那我们先看二十六节 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 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于咒诅的话 都成名在你们面前 你们若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 就必蒙福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诫命 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就必受获 既至耶和华你的神 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 你就要将祝福的话 成名在基利新山上 将咒指的话 成名在以巴路山上 这二山岂不是在越旦河那边 日落之处 在驻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 以具甲相对靠近摩利相树吗 这是他们还没有进去的时候 摩西已经吩咐他们 摩西对迦南的地势他清楚 因为他们曾经归探过这些地方 所以他知道既甲在哪里 既甲的对面是什么城市 他要他们做一件事情 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到一个山叫做基利新山 在那个山上将祝福的话来成名 然后来到以巴路山的时候 在那里将咒诅的话 来成名 这就是交代他们 尽其应许之地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看生命纪的27章 第二到第八节 我们读 你们过叶旦河 到了耶和华你 神所赐给你的地 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 漫上石灰 把这立法的一切话 写在石头上 你过了河 可以进入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 有哪一觅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主 这神所应许你的 你们过了越旦河 就要在以巴路山上 照我今日所吩咐的 将这些石头立起来 漫上石灰 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 筑一座石坛 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 要用没有照过的石头 筑耶和华你神的坛 在坛上要将番祭 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要献平安祭 写在那里吃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将这立法的一切话 明明地写在石头上 接着下来要他们什么 献祭 所以他们要把石头 把立法刻在什么 石头上面 所以进入应许地之后 他们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就是宣告祝福跟咒诅 这是穆西特别吩咐的 如果进到应许之地 他要做的 就是在基利心上宣告祝福 在以巴路山宣告咒诅 同时祝坛 同时献祭 那这件事情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他的目的就是 其实他是象征式的 树立了耶和华的立法 重新再次让上帝的立法 怎样被坚定起来 来作为以色列人在应许地 不能改变的生活原则 所以这个仪式的重要性 就是告诉他们 他们虽然离开旷野漂流 进到应许之地 他们仍然不能够离开上帝的话 不能够离开上帝的立法 这个话语跟立法要在他们当中 怎样成为他们的生活原则 所以这个仪式是重要的 所以因此很多的时候 教会有一些仪式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轻看一些的仪式 就好像圣餐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在教会当中的一些的工作 我们特别有一个仪式 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能够深深地 能够记得 所以洗礼是一个仪式 那圣经中很多的时候 的这些仪式在不同的时候 扮演不同的角色 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 你说我们一个感恩聚会 那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感恩聚会就是一个仪式 我们感谢上帝 有时候某一些的旧职典礼 那这是重要的 因为这是什么 表示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来伪圣 所以因此这些在旧约的时代 神也是这样子的 要他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他们就按照这个教导 他们行了 他们打了爱诚 他们胜利了之后 他们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已经刚好 就来到以巴路山 来到基利新山 过去他们所听见的 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所以他们就在以巴路山什么 来建祭坛 所以我们回到耶稣亚记第八章的三十节 一起读 那时耶稣亚在以巴路山上 为耶华以色列的神 住一座坛 这是第一次 在迦南地他们敬拜上帝 也就是失败之后 他们再次胜利的送赞神 所以这也是在迦南地的第一个敬拜 他们以敬拜来总结这一场的胜利 是绝对的必要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难 是一个似乎败了 又在给他们得胜的 所以他们没有终止在失败 他们在胜利 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知道上帝的帮助 而且这个敬拜是让他们敬拜神 同时再次向神尾身 来更新立月的关系 这是他们那一个很特别的一次 全国性 全百姓的一个敬拜 当然其实这样的一个仪式 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进行 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是来到神的面前 来以敬拜作为一个礼拜的开始 也以敬拜来作为一个礼拜的 过去一个礼拜的结束 然后我们在这个礼拜再重新立业 我们以神的关系 再次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 然后又再开始我们 结了下了这个礼拜的行程 其实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在生活的当中 信徒在这个地面上就是打仗 在我们生活的当中 就是不断的在每一天跟各种各样的工作 各种各样的关系 各种各样的决定 其实背后都是一场鼠灵的战争 然后到了礼拜天 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 来感谢上帝过去一个礼拜的带领 也再次重新得力 来面对这个新的礼拜 就好像以赛亚 他看到神在来到圣殿的时候 以赛亚书第六章 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敬拜上帝 但是到结束 这个整个的敬拜结束在什么地方呢 结束在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了 所以以赛亚回答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所以每个礼拜的结束都是一个差遣 就当我们在崇拜结束的时候 其实我们正是被主差遣 到这个世界上来做光做盐 来向这个世界来宣告 特别在黑暗的世界来宣告福音 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也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看他们有三个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献祭 第二个行动是刻写立法 然后第三个行动就宣告祝福跟咒诅 我们先看他们的献祭 三十一节一起读 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个石头筑的 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正如摩西在立法书上所写的 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 半祭和平安祭 首先我们在读生命纪也读到 这里也读到 这件事情是重复的 就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个石头筑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为什么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个石头来筑谈 它目的是什么 我想很多的时候 人总是有一些心意 这个心意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怎么吩咐的时候 我们就拿了一块石头 我们总是希望把这个石头怎样修饰得更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会用铁器把它修饰 然后我们觉得不但要修饰 我们要雕刻画在上面 来表达我们的这一种爱 或者这种对神的敬拜的一种敬虔 我们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夹在这些石头的上面 但是神特别吩咐他们 不要那块石头是个完整的石头 没有动过铁器的 其实主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有任何的雕刻在祭坛的上面 因为一旦有雕刻在祭坛的上面的时候 就在献祭的时候 这些雕刻会成为一个焦点 所以为了要使人能够专心的献祭 不被祭坛上任何美丽的雕刻所吸引 所以神特别吩咐 就是用一块石头 没有任何的雕刻 没有任何的雕纹 一点都不吸引人的来把祭物线在上面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只有神 重点就是只有上帝 他是唯独上帝应该得到荣耀 也就是整个焦点是什么 是神而不是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敬拜也是如此 其实每个主日我们敬拜的焦点 不论我们是唱诗读经 祷告讲道 最终的焦点都在什么 荣耀归给上帝 在焦点在神的身上 没有任何东西来吸引我们 来把我们带离开对上帝的这个焦点 这个焦点是一个好的敬拜 在我们设计的时候 在我们流程的安排的时候 其实焦点都指向什么 这位至高的神 荣耀归给神 在当时候他们也是如此 他们在这个祭坛的上面 献上祭物的时候 这个祭坛没有任何东西是好看的 没有任何东西来叫他们离开了 专注在对上帝的敬拜 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 常常有点反省 什么东西夺取了神的荣耀 什么东西把我们从神的这个焦距上面转离 那教会有很多的时候 有很好的节目 教会有很多时候 有很好的敬拜的 这些诗歌 乐器 乐队等等 那这些都好 但重点就是 这些东西都不是把我们带离开神 反而应该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 这是我们要记得的 所以当时候神就是这样的吩咐他们 他们就这样做了 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二件事情 他们献祭 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献祭他们献两个祭 一个叫做番祭 一个叫做平安祭 如果你熟悉立位祭的话 你知道这两个祭有什么特点 这两个祭的特点 首先它就是自厌 这两个字都是自己干念献上去的 就是一个人自厌的献了番祭跟平安祭 而献番祭呢 就是那个祭物是完全燃烧 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 那完全来归给上帝的 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完全的奉献 我们整个人 当时候他们全国的奉献 就他们献上番祭来表达 感谢上帝 一切都是归于上帝的 而且这是自愿的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什么 心甘情愿的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自愿的 今天你服侍主是自愿的 你今天到神学院来受造就是自愿的 今天你愿意在教会里面为主工作 你献上一切都是自愿的 为什么 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 所以那些献番祭的人 他们把这些几乎献上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东西是留给自己 都完全的归给上帝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求主让我们整个的生命 我们人的一生 我们整个人的恩赐财 干时间能力金钱 都是献给神 来被上帝所使用的 这是在我们看见献番祭的重要性 第二个祭他们献的是平安祭 这个平安祭是对上帝的感恩 来仇神 来感恩 也就是他们感谢上帝 带领他们打胜仗 经过了耶利哥 经过了这个爱城 他们开始来进入这个平安的地方 表示什么 百姓也是跟神和好 所以这个平安祭是人跟人之间和好 平安祭也是人跟神之间和好 是一个团契 所以你看过后他们就什么 他们就吃喝 平安祭所做的 就是能够让他们一起的吃喝快乐 是一种享受在上帝的面前 特别在这两个祭物 是这样子的均衡 一个是完全给神 一切是什么 为着人 除了神以外 还有人的需要 神的需要 人的需要 对神 对人 这是全面的 所以神在他们的这一个 以色列的人当中 也就是这样子的帮助他们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常常也是这两个祭 每个主日崇拜 我们奉献是说一番祭的 你放在祭坛上的 是完全的献上 所以你今天奉献 不能找钱的 对吗 你放多少就是多少 你不能说我要 我今天拿五十块钱 我放 我只想奉献十块钱 然后拿四十块钱回来 不能放上去的 就是完全献上 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所以每次我们在 主日崇拜的时候 主席通常喜欢讲这句话 他说 如果你 他说奉献是心甘情愿的 常常这么这样子说 那的确奉献是心甘情愿的 这个没有错 但是有下面一句话 他就讲就错了 他说 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 你不要奉献 那如果对非信徒是对的 对信徒是不对的 非信徒有什么 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 所以对信徒来说 不管你明白不明白 你都要奉献 然后你奉献了后再去明白 那因为不明白是对非信徒讲的 不是对信徒讲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其实我们因为当中 很多有一些可能有 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信主的 你说我不明白 你还是要奉献 然后过后才去明白 那同样的平安祭跟番祭 就是这样子怎么样 来献给上帝 这是第二件事情 他们做的 要告诉我们 所有的敬拜 在整个旧约到新夜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不能够空手朝见主的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定要怎样 带着礼物来建主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领受上帝的恩典 神把很多的东西放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 我们岂能够空手朝见主呢 我们每一天都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 但来到礼拜天 我们岂能空手朝见 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是不能空手朝见主 这是整个旧约到新夜 给我们信徒的一种观念跟明白 第二 我们都知道 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 我们把从神而来的什么 来献给上帝 这是一个信徒对神的一种 很自然的感谢的心 我们常常有这个感谢的心 都是常常承认什么 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这就是第二件事情他们做的 第三件事情他们做的 就是祝福跟咒诅 所以三十二节我们读 耶稣亚在那里 当作以色列人面前 将摩西所写的历法 抄写在石头上 所以你就知道 古代已经有这个习惯 把一些历法抄在石头上 现在他们就把摩西的历法 抄写在石头上 那么历法抄写在石头上 就好像在考古里面 常常找到的最大的一个石头 就是汉末拉比法典 汉末拉比法典 就是刻在石头上的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圣经所讲的 是当时候他们很习惯性的一个做法 所以历法抄写在石头上的目的是什么 再次坚定的 他们向摩西的约来尾身 神跟摩西立约赐下历法 他们再次的来尾身在这个约的里面 表示什么 在立法之下来遵守立法 他们也承认 立法是上帝给他们 对他们的指引 那立法是好的 立法使人知道什么 知道罪 立法使人指人什么 走一条正的路 那立法使人明白上帝的心意 那我们今天不要掉进立法主义 立法主义是说我们要靠着立法得救 靠着行立法得救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得救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得救之后怎样 我们再回到立法里面 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按照上帝的立法来行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这是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并不是说讲恩典 然后把立法给废除了 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立法 是要兼顾立法 怎么兼顾立法 没有人信立法 立法怎么兼顾 所以我们先得救了之后 蒙救赎之后 我们又住的恩典 再靠着主的恩典 是什么 遵循上帝的立法 加尔文说 一个人信主了之后 你就要在地上划线 给他知道怎么走 立法就是这个功用 一个人信主之后 他怎么生活 如果他没有立法的引导 他怎么生活 所以他必须要明白立法 然后按照这个立法的要求 来生活 但是我们知道背后是什么 恩典的基础 所以当时候他们表示 他们要在立法下来生活 33节我们再读 以色列众人 无论是本地人 自居居的和长老 官长并审判官 都站在业柜两盘 在台业华的业柜的 祭司立位人面前 一半对着基利新山 一半对着以巴路山 为以色列民祝福 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 先前所吩咐的 所以现在他们要做这件工作 就是在基利新山 还有在以巴路山 来宣告祝福跟咒诅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 他们攻打了艾成 从耶利哥 他们就攻打了艾成 就表示过了河之后 他们不断地向中部 来进行中部的战役 那么事件在上面 那么我们知道基利新山 就是在事件的这个左边 然后以巴路山 就在事件的右边 事件是什么地方呢 你记得耶稣来到撒玛利亚 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 的那个井叫做雅各井 那个雅各井 就是在这两个山的什么 山谷的中间 所以如果你站在这个雅各井的话 你向左边会看到基利新山 你向右边会看到什么 以巴路山 那今天这两座山是存在的 如果你去看了 这两座山有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基利新山 它有树 比较清脆 以巴路山是什么 光土土的 我们不知道在当耶稣亚的时代 是不是这样 可能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要站在以巴路山 代表上帝的什么 宣告上帝的咒诅 然后在基利新山 宣告上帝什么 祝福 上帝的赐福 所以上帝赐福的就是什么 有清脆的 但是咒诅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个光秃秃的 其实这是最早 常常看见上帝用各种形象的方式来教导 非常具体 非常形极化 今天我们老师们用object teaching 食物教材 拿了一个食物给你看 然后从那里去学习 其实神老早就用这样的方式 从创世纪开始 神就不断地用食物 用实际的东西来教导 以色列的百姓 所以这里也是这样 让他们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来宣告 所以这两座山就形成 以巴鲁山就是咒诅的山 那么这个基利新山就是顺服的山 所以他们就六个支派站在一个山 另外六个支派站在另外一个山 所以他们就同时宣告 祝福跟咒诅 所以就把上帝的律法 祝福跟咒诅的那一部分练 所以大家就在那里来 阿们 来表示这是神的律法 所以在这两座山上 宣告祝福跟咒诅 所以在中间你看到今天 这是现代的城 在事件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向左边向右边看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两座山的情况 当然以巴鲁山比较高 基利新山比较矮 那么事件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在这两座山上 所以他们立石头 写立法 祝石坛 献祭都在基利山的这一边 然后他们就宣告祝福 跟宣布咒诅 宣告祝福是在基利新山的这边 所以同样的这个情况 你可以看得到 实体上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以巴鲁山一般上比较光秃 而这个基利新山的比较有这个树木 所以就在这里他们宣告的 那这样的一个目的是提醒他们 就是把生死或福 摆在他们前面 让他们自己选 所以他们一生当中 不论到哪里去 这件事情会影响他们 因为这件事情 让他们很形象化的看见 上帝有赐福 立法也有咒诅 我们要怎么选 我们要选择祝福 还要选择咒诅 其实就是摆在我们前面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在我们前面永远有两条路 一条是生命的道 一条是死亡之路 一条是蒙福的 一条是受咒诅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怎样子的 在基督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里面 来行走生命的路 所以在当时候 以色列百姓 也是这样的被提醒 好了 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看三十四三十五 一起读 随后 耶稣要将立法上的祝福 咒诅的话 叫做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 都宣读了一遍 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 耶稣要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 孩子 并他们中间 积极的外人面前 没有一句不先读的 首先我们注意 他们把立法上 祝福跟咒诅的话 都宣读了一遍 他们不是单单只读 祝福的话 他们也不是单单只读 咒诅的话 这两个话都读 今天在教会的讲台 这两方面都必须要教导 我们不是单单讲上帝的赐福 我们有时候要讲到上帝的管教 我们不单单讲到上帝的慈爱 我们讲到上帝的公义 我们不单单要讲到上帝在恩典当中一切的好处 我们要讲到什么 人因为罪的原因 受到的伤害跟破坏 所以这是一个全面性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只宣告祝福的话 那并不是完全的完整的福音 如果你宣告咒诅的话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完整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 在当我们把这两个东西成名的时候 那就表示上帝 我们就知道上帝有整全的心意 耶稣基督来也是带来恩典 耶稣基督来也是把立法带给我们 所以立法跟恩典的一切都在基督里 他为我们承受的咒诅 他又把恩典跟上帝的赐福带给我们 所以教会也是这样子的 讲台的信息也是如此 另外我们注意到的就是 耶稣要读的时候是全会众 妇女在其中 孩子在其中 还有中间寄居的外人也在其中 就表示上帝的立法 不是单单给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立法是给全世界的人 今天不管是在会众 在妇女 在孩子 还包括中间寄居的外人 他们都要明白上帝的立法 今天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话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就从这件事情看见 从以色列人的服从 我们就看见 他们遵守了耶稣亚基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还记得这节经文 神对耶稣亚说 这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所以你可以看到 神的话成为他们整个民族的重点 成为他们整个生活的原则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看到了耶稣亚跟以色列民族 他们都是圣书之民 圣书之民就表示 他们是跟上帝的话语相连接的 因为他们遵守上帝的圣言 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这样 我们圣书之民 对我们来说 全世界没有书 有一本书 那本书就是圣经 圣经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重心 生命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 没有其他的信经 只有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一切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继续地在他的恩典下面 成为一个圣书之民 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 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上帝的话在我们的方方面面 所以愿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就把整个第八章来讲完 接下来说 好